大家好,我是治安警察局交通廳的代表羅潤榮 我是來自交通事務局的代表李洛敏,Noelle 歡迎收看交通資訊一站峰 羅Sir,上一集我們就介紹過我們兩個部門的職能工作 好,這集又會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是,Noelle,在日常的生活中 尤其是在喜慶的節日,你會喝酒嗎 也會,你知道朋友約出來聚下 少不免會喝酒 其實喝多少才算是超標 究竟喝多少才會觸犯走後駕駛的條例 實際上每個人都不同,所以我們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的話,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超標 因為每個人體質都不同 根據酒的種類,喝酒時間長短 都會對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的影響 原來是這樣,但是我知道法例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是的,我們主要會根據測試者 每公升裡面血液酒精濃度來定 或者看看以下這個標,大家就會更加清楚 那些標準答案 或者是以上,就会被监禁以复权牌 明白了,由于酒精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会不同 所以就算两个人喝的酒量一样 所转运突然的结果都未必会一样 所以为了自己和其他道路想用正安全着想 在这里都呼吁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开车了 因为罪假的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 除了以上关于罪假标准之外 在下一集我们都会介绍最佳检测程序 大家可以留意了 大家不只要留意下一集的检测程序 其实在驾驶的时候,驾驶者都要把整个程序 就好像设在路面上的地线一样 大家又知道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呢?一起看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在不少的街口或者是十字路口 都惑有这样的标线呢? 根据道路交通规章第九条标线的第九本规定 在十字交叉路口或者是T形交叉路口 所以无论是驾驶者还是行人 都有责任留意交通的状况 那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